我的志愿 当法官 法官禁用制度 今天回家功课的作文题目是 我的志愿 嗯 要怎么写呢 记得之前J叔叔带我去法庭 看法官认真做出公正判决 感觉好赞哦 诶 乙军啊 你在想什么啊 口水都流下来了 呃 我在想未来要当法官 感觉很厉害啊 那你知道怎么样才能成为法官吗 不是 只要很会背书就可以当了吗 嗯 不是这样哦 想当法官没这么容易 学问要多 精力要丰富 才能把案件省得好哦 哇哦 那到底要怎样才能成为法官啊 那我就来说明吧 首先大家都知道法官要先通过国家考试 考上以后 亲近的法官必须接受为期两年的司法官研习 之后还要经过六年的法院培训 才能真正成为一位法官哦 哇 好久哦 那除了国家考试还有别的方法可以当法官吗 哦 除了国家考试在台湾 优秀的律师 检察官 公社辩护人或学者也能转任法官哦 这就是所谓的多元禁用制度 哇哦 原来如此 哇哦 原来如此 虽然此法官需要经过重重考验 但只要有心 宇峻 你未来也能成为法官哦 好 我一定会加倍努力当上法官 法律小词典 在我国 鼓励具有一定资格之优秀律师 检察官 公社并务人 学者等人转任法官 借助他们丰富的实务经验 增进人民对司法的信赖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蔡天文之鳍